最近几年世界许多国家不断的发生强烈地震 同样也面临地震威胁的洛杉矶 因此经常呼吁民众要做好防范措施 美国红十字会最近就派遣了一支队伍 前往去年发生强烈地震的智力考察 希望从智力的经验 了解如何把地震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洛杉矶市议员Tom LeBunch的主持下 美国地质调查所地震专家Lucy Jones 以及美国红十字会人员 报告了他们赴智力考察的结果 他们此行主要是想了解 智力在去年2月27日 发生了瑞士规模8.8的强烈地震之后 救灾的情况 以及有哪些经验值得加州学习 结果发现想要降低地震造成的损失 以及快速从震灾中复原 严格的建筑法规是关键之一 所以琼斯博士呼吁加州的民众 房子最好盖得比建筑法规定的还要坚固 才可能抵挡得住强烈地震 另外如果民众居住在比较老旧的房舍中 最好请结构工程师先来检查一下房子 预先做好加固的工作 以免地震时危及生命安全 此外最近发生在日本的海啸 也让加州民众在担心地震之余 也注意到海啸的问题 这一点致力民众的做法也值得学习 在这场记者会中 洛杉矶市市议员Tom Labunch 也介绍了一位特别来宾 Sanley Isaacs 他在北领大地震之后 和妻子共同发明了一种地震急救背心 上面有许多口袋装放了各种急救物品 在地震发生时 可以抓起来穿上就跑 加州民众的防震意识 可以说是不断提升 18台新闻 黄明仪宋小云洛杉矶采访报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NA HID